是这样子的 我分享一个是我的外甥女 这是我姐家的女儿的男朋友 她之前胃气胀的非常厉害 然后她老是说她心体里面有炎症 一开始我吃了大概有两个多月 我就要让她吃 她一开始不敢吃 但有一次我跟她吃饭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阿姨我吃完饭以后 我的胃胀都不得了 又没法睡觉 然后我就说 那你不愿意就先试一下吧 这样子 然后她第一天晚上就试了大概一管 大概有二十分钟 她一直在那边放这个屁 就是这样子 然后她就跟我说 阿姨这个好像很好 那我先买三瓶来先试一下吧 然后我就给了三瓶她 她平常那个睡觉也不是很好 还有她呢可能那个胃 那个胃酸道楼特别厉害 所以呢经过大概 我看到现在应该差不多喝了一瓶吧 她现在去 以前呢差不多一个礼拜要看一期中医 但是到现在为止吃了一瓶 现在就没有去看中医了 然后她睡眠又好了 然后去看医生 看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就跟她说 怎么你那个胃酸好像好了很多啊 那个胃气又没有那么脏 因为她要去看医生 拿那个西药来 把她那个胃气压下来 但是吃了一瓶以后呢 她就不用去了 不用去吃这个药了 然后睡眠又好了 平常呢 大概她都是两个礼拜呢 你就会看到她呢 好像那个肝火比较旺性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也有懂中医 因为我家里人 好多都是中医 所以我就看 我就把她的脉 我就跟她说 你的火气是上得很厉害呀 然后她就说 阿姨我吃了你这个生命肌全以后 我就觉得你那个生命肌全 那个消炎呢 是非常好的 然后她在那个去年呢 那个大牙里面 就是有 她有两个牙齿这样对着生的 很奇怪的 这样子生上来 后来呢 她就说牙齿痛 痛了好久 然后就去看医生 医生说你要把这个牙齿拔掉 然后看到里面呢 整个牙齿就 蛀牙就烂掉了 她就是说好痛 然后呢 她就是吃这个烧银 又吃了很多 但是应该这样子说吧 她有一个月以内已经差不多都好了 但是她每次吃东西的时候都把这个不好的东西 就是有脏东西好像吃饭啊什么的都塞在牙缝里面 没办法拿出来 然后医生说你的牙齿老是在发炎 如果你说牙刷得不关心的话 所以你里面那个牙齿可能就 以后就会坏掉了 但是你就知道 因为是中国大陆过来 不过两年 可能她没有太自重这个牙齿吧 然后我就教她怎样刷牙 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但是这个是很难拿出来的 除非她每一天收完牙以后呢 就拿个管子就是给那个水冲上冲进去 然后把那个东西拉出来 但是她因为是难的 她没有那么细心 她没有做 然后我要教她 我说你每一次吃完饭以后呢 就是用水缩了个烤以后呢 就把这个生命集权呢 滴在里面 就是滴在那个洞里面 然后呢 每次呢 滴两到三滴 很奇怪的 她就是上个礼拜 就去看那个牙医 因为她本来要种牙嘛 要把它麻掉 然后再种牙嘛 然后医生跟她检测时候说 你的洞里面好像没有发炎了 然后她就跟我说 阿姨是不是你那个生命集权在帮了我呢 那现在我应该是吧 因为她这么久都不好 我就给她一瓶那个生命集权 她现在就感觉了 这两样都很好了 我的分享就在这里了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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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